那個附近那個區塊 大概可能都要兩萬塊左右 但是我發現 它的物件特別的便宜 大概一萬多 電梯大樓裝潢華麗還附上家具 甚至還有包含停車位 租金卻比行情價還要低 不免讓人起疑 我想要看房的時候 他就說希望我先匯款過去給他 然後可能再有個人 來帶我去看房子這樣子 不只這樣 從頭到尾 屋主只用英文Email聯絡 說自己是新加坡人 現在住在英國倫敦 要出租的房子 是買給在台灣念書的兒子住的 現在要把房子租出去 會由出租代管公司負責接洽 但看房需要先付頂金 我們實際走到這個 在租屋網上面的物件的位置 透過鏡頭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是一棟豪宅 很難想像這個物件 一個月出租的租金 只要一萬四 而且還附停車位 這是近期流行的詐騙手法 懸在黃金地段刊登出租物件 通常以租金低於行情價為誘因 讓人以為搶到便宜 匆忙付了訂金為了看房子 但有的根本給的是假地址 我們跟著租屋網上面的地址 實際來到這個松山區的出租物件 根據他所提供的門牌號碼 在這邊怎麼樣都找不到 這疑似就是一個假地址 怕被別人先搶走 然後又針對他提供非常多的理由 你就會鬆下戒心 譬如說他會告訴你 房東他因為出國 或者房東準備要出國 他的時間不是很夠 他又很忙 所以讓你覺得說 我必須要趕快做決定 看準民眾想搶租便宜屋的心態 急忙把錢匯給對方 卻是一去不回 只能打165反詐騙電話求助 而這樣的國際租屋詐騙集團 近期在台騙了至少十人 金額數十萬元 此外專家提醒 租屋時最好約屋主親自碰面 如果是透過房仲 也要檢視屋主 或是委託人身份證件 以確保該屋主擁有出租權利 如果不見房東本人 寧可不簽約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租屋族可得小心再小心 記者 夏軍 陳佳宏 泰保島